大家好, 今天是5月27日 又到星期尾, 星期五 惯例, 都是陸制的 我就在星期四下午 还有几分钟就到这个疫情会 疫情会开了就告诉大家新增多少 现在传得多重要呢? 这个7月1日很快, 还有一个月左右 我估计香港7月1日也不能清零 因为你看到他二百多宗一直都定在 还有传说这次来的可能是李克强 因为他说是领导人 他没有说是谁, 李克强也是领导人 我还以为是孙春兰 因为你看到这次李家超的委任狀 是李克强签的 有传说是李克强不来, 不是习主席 不知道, 只是传而已 没有什么实质的资料 也有传说领导人这次不来 不来又怎样呢? 不来又可以上去 因为说香港不能清零 国内如果以今天的状况都没有清零 那无论你是什么太清零都好 那就不是零了 总之香港是动态清零也好 静态清零也好 社会面清零也好 社会面动态清零也好 都不是零 所以就不能清零 稍后可以让大家看看 上海今天还有个案 其实是 今天的行指 OK 就是2万点保卫战 又是守住2万0116点 成交是955亿 大家如果深水清 很多时候一个月有四五天 就不够一千亿 慢慢下去就不够 就是意料中事 我们也说过 那今天的封面 就是大家看到 要钱 就是现在要钱不要楼 那就是 海库中心这个是四月的 金钟压全层 照砒 照银主盘 你现在香港这么多 银主盘搞不定 你不要以为 银主盘多 没什么问题 百多个而已 其实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香港之前 金融风暴 或者是沙斯的时候 他就是一直由银主盘 就恶化出来 不是跟你说笑 不是说 小人买楼 那么简单 是我连层楼 都不要 很重要 分分钟有些 九七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办法 不银主 因为他供不起 但是你说 现在这么多银主盘 其实你说 百多个多不多 都多 以香港来说 其实是有些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和九七不同 那个利息也是低 这些银主盘 发生在美国加息之前 这样也不断 那是不是真的供不起呢 还是对前景看得不好 我想应该有供不起 有供不起 但是有些可能 一年前 已经将那些钱 分掉 掉走 然后才供不起 因为你现在出现银主盘 就不是现在的事 那应该是最少 八九个月前的事 当时我们九七很多银主盘 我留下都有一个 我留下有一个 差点我都变了银主盘 但是现在 当时我们利息高 我们当时都 P减二都五厘多息 P减二都五厘多息 那你想想 现在的息这么低 都是银主盘 是吧 其实不是一些好笑头 即是说 香港的经济状况 是正在恶化的 有一部分 真的受不了 有一部分 真的受不了 有一部分 其实是看不好前景 那些钱 撥走了它 然后跟着银主盘 稍后会和大家说一点 关于银主盘 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后备视视频道 Patreon 我们的年纪下面 就是5美元一个月 钻石狗没有变 都是132-133% 那美银就 今晚看看NVIDIA NVIDIA业绩好 但是Forecast就弱 所以你看到盘前的股价也是下跌的 那看看今晚 那暂时来说 美银也没有变 就是48% 那今个星期就没有放到 下个星期才会放回 8月份的收费版 放到网址 那大家在YouTube下面的链接 进去看 那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封面 那现在你看到 有一部分 大家就不要太过顺情 他未必真的供不起楼 一部分是 有一部分就 就是将那些钱 撥走完 因为你立刻做的话 他可以 就是他可以说 喂你特意叫走那些钱 不供呢 那可以锁你 那所以他应该是 有些是部署了 那将那些钱 就撥走了 那就还债 还成这样 那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呢 才供不了楼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今次疫情 已经是两年半了 两年半了 已经是 那你现在有银主盘的话 应该最少是九个月前 那如果你九个月前的话 就是去年大概是七月左右 这些时间 七月左右 那你想想去年七月的话 其实有疫情已经是一年半了 是啊 那你不排除 它就是国安法一生效 或者吹风的时候 它已经将那些钱调走 然后呢 然后呢 就 隔一段时间 就是 三四个月 之后 就是将那些钱调走了 然后呢 我断工了 那你说真的供不起 也有 但是利息低 我觉得机会不大 那当然 有些国内客的 那要回去救忙 也不出奇 因为你想想 就是海库中心 金钟 大哥 这些人生高峰 它那是整层东西的 今年四月而已 上个月而已 那还有很多银主板给大家看的 一旦给大家看 你就知道了 那这个呢 就是刚刚最新的 日本会六月份 开放这个外国旅客入境 香港应该有机的 但是科兴就好机 我相信它不会改的了 就是说复必泰 就是三针复必泰 有没有四人限制 我不知道 但是三针复必泰 我想它不会改 就是说 如果你打了科兴 你就要再等一等了 你不等都要等 因为你 我想你不会打了三针科兴 现在再打三针复必泰 那么刁转 我想不会 是不是 台湾的情况 就没有好转的 昨天试过9万 今天都 大家看到刑供我了 今天是星期四 都去到八万一千 就是挨住八万二千宗 那么 我们都说 你台湾呢 怎样都好 你真是要破十万宗 才有机会撇的 要不呢 你就这个数字拉很长 所以你说中国可以清零 你香港现在都清不了 什么太清零 你都清不了 香港现在是好 很明显 你每天还有二百多 很长时间 你想想 由四月头 香港 开始 就是好转 就是以千位数 你想想想 717有多久都不用做疫情会了 很久的 现在五月底了 差不多整个月了 你想想 他现在每天还是二百多宗的 我当你的数是真的 不要当你是假 所以问题就是 他越八万多 九万一段时间长 他还要拉长一点 如果他很快 可以香港这样冲高 一冲 很快地冲到五万的话 可能他会更快一点 香港的情况特别一点 为什么呢 香港呢 他只要你在家 染了疫情在家 你个个在家 之前葵冲村的那些 全都在楼下 那就快点感染了 本来香港都没那么快 由二月 葵冲村爆开始 一个多月就在家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全都在家 全都在楼下 全都在楼下 那就快点感染了 台湾防止防止的时候 就慢了 国内更加 国内呢 你这样这么快的话 有时间都未完 我告诉你 大家知道 就说回内地 这个是 星期四 这个是星期四 大家看到内地 新增460宗本土个案 上海呢 338宗 你看到 无论你怎样计算都好 你怎样计算都称不了0 刚刚又出了 都不知道真是假的 五分钟前升到 那又是251宗 香港 昨天又250宗 今天又250宗 前天就250 又有36宗输入性个案 香港爆的机会很高 如果这样 如果它居高巴下的话 爆的机会很高 那当然 你再当它是 之前那些就死定了 你当它流感一大一小 我说过很多次 不重复了 所以无论怎样都好 你香港和内地 根本上你的清零政策 是从未成功过的 251宗 是不是 有一体 你现在还看得到的 460宗 有时间搞 我告诉你 如果它这样按快的话 它还有时间搞 那这个就入于奇闻来的 那刚刚就说如果是深圳 那你有家人就去世了 对不对 如果你布桑那个人 就是他收那个遗体的时候 你要交个核酸证明 因为他怕你阳性 因为他怕你的人就死了 但是你的病毒就没有死了 所以你要交那个核酸的阴性报告 那我想我想问一件事 如果它没有阴性报告 那是不是要隔离呢 那一条蛤鱼放在哪里隔离呢 我想问一件事 如果它没有阴性报告 那你就看一看怎么消毒 对不对 你看一看怎么帮那个遗体消毒 那我想问一件事 如果它没有阴性报告 那你叫那条蛤鱼放在哪里呢 那是不是隔离两个星期呢 那去哪里隔离呢 那是蛤鱼来的 你不知道放在哪里好 你看到国内那些就是无其不由 你这个人死了也要有核酸证明 那你真的会暈倒一阵 好了 那大家知道了 这期李克强总理雄 那你见到 开始有些 就是关于防疫的措施 就有改变的 这些呢 对于 现在 一会讲回李克强总理 那个十万人 就是这个视像会议呢 其实 很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你卖地和房地产呢 就是你卖地和房地产呢 中国是靠了这些税收的 其实 你卖地和房地产没有呢 你没有了这些税收呢 你根本上废了一半武功 我怀疑一样东西 它现在计算下的数据呢 基本上粮都出不了 可能 那些公务员呢 那些公务员呢 连出粮 即是来多几个月都有问题 那所以呢 那你见到 急急呢 就找李克强总理呢 就是临危授命 我之前老早已经说过呢 就是大家可能 开头这个人 都不知道什么人 都说了 我都说了很多次 共产党就是十口棺材厅 钉到第九口 现在我们习主席呢 就钉到第十口 打了半口钉下去了 哎呀 可以了 我改了 就是这样的 那你见到现在习主席 就神隐了 那一会儿呢 我们就会讲一下 那你见到呢 那个本来呢 很多地方呢 就每日一检的 北京呢 就之前呢 是每日一检的 那现在suppose 就是低风险区呢 就一周一检 那你每日一检当然不行了 大哥 因为每日一检呢 根据我的朋友说 是不用做事的 你去排队呢 排队加上了备呢 是两三个小时的 哪里不用做事呢 那有些人呢 是凌晨去的 那不是过凌晨去 那你不可以每天都凌晨去的 那普通你早上去呢 一去就搞到下午 你回来的人都散了 根本上就不用开工的 你公司 就是有一半人 你就是上午去做检测 我就是下午去做检测 你就是凌晨 你就是晚上 坦白说 那根本公司呢 就运作不了的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的了 那你见到最近呢 他都吃了些诚实豆沙包 那一路报出来呢 就说内地很多个省的人头呢 就是负增长的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现在中国 我几肯定没有14亿人 有没有13亿人 我不知道 这样呢 就 色灵生育的妇女呢 大减473万 473万 那就是简单说一句呢 你当一个人生了两个呢 那没有了接近一千万人口 将来 那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两年前 两年前 那他现在没有再做 就是researcher 中国的平均年龄是42岁 42岁 42岁 两年前 那印度的平均年龄呢 好像是三十多岁 我忘记了三十多 总算是三十多 三十 三十二三 这样的 年轻十年 那你现在形光幕都看到 你这些呢 就已经没有了一千万人口 基本上 还有这个 就是调查报告呢 我们不知道 够不够全面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现在这样的情况 你怎样去做那些补贴啊 优惠呢 都没人敢生的 工又没得做 租又给不起 分都没结 那又怎样生呢 那楼市松绑 大家看到 这个是几日之前的 那楼市松了松绑之后 南京二手楼取消限购 就立即被叫停 现在那个 内地的房地产呢 基本上你都不知道 那个措施是怎样搞的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 告诉你 国内的收入 除了是做外贸啊 赚外汇之外呢 它大部分都是 卖地啊 就是楼宇啊 跟香港差不多的 其实跟香港很接近的 那当你现在的地产死亡的时候 我估计它这么急要 你一旦总理出来 某程度上来说 它应该就快粮都出不了 就好像 澳门那样 澳门可能下个星期 下个月呢 那些公务员 已经未必出到粮了 所以为什么我做了一个节目出来呢 因为我朋友 跟着我看朱春露呢 他都说 那些议员已经出声了 喂 你现在出不出到粮了呢 那些议员已经在立法会出声了 你现在出不出到粮了呢 因为你根本没有赌收 哪有赌收呢 他有赌收都用来填银行的银行先 是吧 现在有收入都是还债的 那些公务员要出粮了 你有公共开支 那怎么办呢 是吧 那些公务员已经在立法会里面 澳门已经问了 喂 大哥 那样搞下去搞不搞得好呢 是吧 那高盛呢 有前几天的 有些内房的债是几十利息的 但是呢 高盛呢 都说现在内地呢 那个高息债的违约率呢 那个基率是去到31.6% 就是简单说 差不多有三成的机会 是违约是很高的了 那所以大家呢 不要再买那些内房债券啊 那些 总而知 和内地或者香港房地产的东西 你最好都不要碰 一会给大家看呢 可能香港真的有些 就是买楼人士呢 听了我们说 那所以呢 三房呢 是没什么人买的 主要买两房和开房式 上海的情况当然是 就是现在可能很转叠 不敢说 因为我的朋友呢 都不敢太微信 就是说两句ok 那就算了 不敢听电话 更加不敢留言 都不敢说 那大家看到呢 那些货车司机呢 全部都混了 是很大 那这个也不算大 那这个呢 就是两日前的 不是很久的 你看到还是五月的 是吧 那你看到呢 它的防范区里面 就是十三户 十三户人 只有一张 就是出入证 还要抽签 那十三户人的话 分分钟我们有五十户人 是吧 每次呢 只要紧限一人 禁止呢 就机动车上路 一小时内返回 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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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一件事 会不会有些人 你抽签抽不到呢 真的会不会有些人 是整个月都没出过门呢 可能是有的 你想想13户只有一张而已 那你平均当它 两三个人的话 那里有四十多人 四十多人 就是大过31 那就是有人一个月都出不了门 那人都会疯的 基本上 你看看下面这个 进出小区 除了要查身份证 健康码之外 两日内就要核酸阴性 每人一证 仅限本人 违反就取消出入证 遗失不保 就是这样也有的 对吧 当然内地很多民众 就想假扮护照 那你问我呢 无论哪一个在国内拿期都好 就短期内不会出现了 无论哪一个拿期 因为外汇一定 就是外汇一定不让你出去 很肯定的 内地民众就很多想扮护照 很多理由 千百万样理由 去读书 去考察 去旅行 全部都推迟 这个不会是一个短期的政策 这个政策 无论哪一个拿期都好 最少维持 今年一定是 直到经济增长 比较好一点 如果不是一定不可以 我说的 就是说你香港 和内地通关 不用想 因为香港 资本开放 他一拿钱来到香港 那又怎样 那些钱就走了 是吧 一定不会给你 哪一个做领导人 都不会给你 这个呢 我之前已经说过 不要看他人民币 上回一至两天 你一看现在的螢光幕 你看一下 离岸人民币 立即跌穿6.76 还有别人 离岸的那些 还没有估计你 他估计你 你还死得快 是吧 不敢说 所以大家不要买 人民币 那些产品 不要贪他高息 以现在的状况来说 你主要的问题是 没有外资 外资都走了 你个个失业 根本都没有税收 即个国家都没有税收 哪里有税收 又没有工作 又不用开店 又没有买房 又没有公开 外资都走了 根本就没有税收 你没有税收 没有外汇 你连出粮 你连买粮食 也有问题 根本就没得搞 那这个人民币怎么升 没得上 哪有人要你的人民币 这个也很大 大家看到这个也很大 5月26日 5月26日 今天 今天的报纸 你看到李克强总理 很少 他右边就是 孙春兰和刘鹤 那他左边的应该是韩正 大家可以看到 某程度上来说 即是习主席上了这么久 这个十万人这么大规模的全国视像会议 绝对不会让李克强去持续 但现在李克强都持续 我已经听到无限这么多解读了 李克强就要上了 习主席已经死了 已经被人剁了肉饼 知如此类 你问我 如果在我以前老爸的年代 我以前老爸的年代 共产党是不太注重经济 当时是 现在当然不会 因为他开放过 你赚过钱的 你赚过钱的 当然不同 你享受过资本主义的好处 读者说经常讲钱 很简单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譬如说 你有那么少一年纪 那些子女养你 那些子女女加起来 每个月就给你万五元 那就可以了 你还有些生果金等等 那你少给五百元可以不可以 不影响你的生活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那又不是了 你说钱还不重要 是吧 钱当然是重要 是吧 在世间 钱和购买力是很重要的 是吧 那你问我 我自己觉得 暂时来说 都是释放一个 就是经济的讯号 那是共产党剧情需要的 你见到李克强总理呢 他主要能够做的范围 都是在经济上 那所以你说李克强总理 有传就说 七一会来香港 这个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在中央的那个调子里面 香港就要做回金融中心 如果不是欧冠星 需要去欧洲和美国 就是港交所开办公室 不需要 是不是搞那么多做什么 根本就不需要留住欧冠星 人工又高 是吧 给回事赞中国一个人做就可以了 是吧 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不是没可能 不过不知道 江湖全民是这样的 有传是李克强总理 也有传是领导人不来 不知道 我想很快会知道 即是六月中左右就会知道了 应该是 那林郑那些不要紧 哪个来都不要紧 反正她都是收皮的 是吧 所以我暂时来说 我觉得 事件不是太尋常 不是一不一谋论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了 习总不需要的 他一直以来 你见到那么多事情 其实都是两个字而已 威信 我不需要的 是吧 但是现在很明显就失败了 而且这件事就是 现在没有清零 香港也没有 国内也没有 是不是才对啊 所以 的确是有一些 不是这么尋常的信号 但是这些信号 够不够呢 我觉得还没有足够 我再说一次 五六月 一定有变化 大家看下去就知道了 你见到国务院 就是完全配合 这个你是一强总理的 或者你一强总理配合国务院 大家自己看了 退税1400亿 这个鼓励更多 以房地产信套基金形式上市 推动金融放贷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 利息补贴 这些我们之前都说过了 简单说一句 没有外资进来 外资走的 他能够做到的 就只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银行手松 借钱 第二样东西 补贴 没有第三样东西 他可以做到的 对吧 你没有外资进来的 你只有这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银行 放水 第二 补贴 就是这么多 但这些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呢 你又不可以说完全没有意义 你就是继续住那个 就是中小企不死 但我怀疑有些已经死了 好了 但问题就是 这些措施你可以熬得多久 他现在没有生意 没有生意 就是做生意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生意 生意就等于血液 你没有生意 你不断打这些神像线数 不顶得久 因为没有外资 你都没有外资 那你一直不用我交税 接着你跟我说 喂 买车有补贴 大佬 我两年没工作 你叫我买车 我两年都没工作 你说退退退给我 是吧 说笑 我还要还房贷 就是这样已经介绍了给你听 你还叫我借钱 是吧 我怎么借 我现在已经全身了 那你说有没有用 作用很轻微 还有不搞得久 因为你如果印钱 就会通胀 是吧 李克强提出六大方面的措施 这些全部和国内经济有关 如果你国内搞不定的话 你不用有楼市 基本上 不会有楼市 人民都摸了灯 何路会买楼 多少供不了 没有啊 供不了就丢了 丢了 丢了就怎样 跟银行不就倒档 银行倒档又怎样 银行是国家的 那就是国家倒档 那不丢了有没有办法 没有 因为没有公开 是吧 我没有公开两年 那你叫我补贴买车 你跟我说不用交税 真的费 是吧 就好像周星馳的少林足球 你傻的 是吧 你还叫我借钱 我已经全身了 是吧 是吧 有没有用呢 有 不过作用很轻名 还有不似狗 六个方面 那你问我 都是口号式的 共产党全部都是口号式的 保就业 扩大就业 哪个请呢 是吧 稳定粮食 这个呢 它是藏在里面的 粮食 很重要 促重消费 努力稳住外资 外资全走 努力稳住 抓住外贸外资 确实做好民生保障 这些口号式的 你喜欢看就看 不看也没什么影响 那深圳呢 就补贴 补贴新能源车 家电电子产品 那又怎样呢 没什么的 你还叫我买能源车 我蹲蹲蹲了两年 还要买能源车 如果你还要买饭煲 饭都没有了 还要买电子产品 不要玩了 这些没用 所以我们看下去 我想很快 我始终都认为 李克强是不会做党总书记 我觉得他只不过 是出来搞定经济 那他就退了 当然他可以extend 但问题是 我觉得不会 你看到习主席 现在基本上已经神隐了 通常这些这么大的东西 他是神隐 他是绝对不会神隐 习主席不能退 他连一条脚毛 这么小的位置 他都不会退 但是你看到现在没有算 连人都没有 那究竟跟外面的传言是怎样呢 那你问我 你说国家里面 党里面 所有人喜欢不喜欢呢 百分之一百 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影响别人的饭门 现在可能连这个粮都没得出 那我怎样效忠你呢 那效忠你都要出粮 是吧 就好像澳门那些 立法会议员都很听话 那现在他问你出不出了粮 那我出不了粮 很难效忠你 是吧 就是你看到不对了 你怎样换人都好 你都要出粮 是吧 你怎样清洗你都要出粮 金燦铭需要什么出粮 王毅需要什么出粮 劉鶴需要什么出粮 是吧 又以古代粮 不要玩了 是吧 又玩粮票 没有人跟你玩这些东西 是吧 那我们看下去 我相信五六月 就有更加明朗的局面出来 好我们讲一下美国 美国有可能 就是加完两次息之后 九月就不加了 那就看回情况 这个对香港的 就是这两年 买了房子的人来说是好事 因为如果这个息 如果再这样加下去 你们都顶不住 我经常说一件事 你说多一千元 不要紧 你找给我看看 你一出去找多一千元 一个月 你找不到 你不要以为一千元 你这么容易找 你除了分量之外 我要你多找一毫子都难 我告诉你 这个其实是好事 戴琪和拜登 其实已经是开过会 那就激变 因为中美贸易协议 由七月份开始 陆陆续续 就到期了 那很多人就说 拜登就会设计 一些关税 而这个戴琪就不肯 最新的结果 就是说要评估多几个月 我估计就是等着俄罗斯和乌克兰 加上看印太联盟是怎样才决定 就是说我不会放你 我不会放你 看看你贴地贴到什么程度 看看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 先搞得如何 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搞定了 那个物料供应没有那么紧张 他可能就不放 就是关税照够 如果这个情况是不好的 就是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 加上印太联盟不是那么好的话 可能他就会放宽 所以你看到他钳制中国的 那个intention是很紧的 其实他连少少放宽的机会 都不想给你 我们看看香港的情况 香港这边的 当然是每天都在说 这个失业者 就是拿这个经济援助 是吧 那大家记住 6月16日 如果你是 好像我这样 八特通的话 那你第一期 如果你用完 那四千元 6月16日 你再拍 就拿了另外那一千元 就是说你五千元就拿了 一百特通是三千 一千 那如果其他的 Tekman Go Alipay那些 就是五千元 那记住6月16日 用完之前那四千元 就拿了剩下那一千元 接着才到暑假的7月 那大家看到 比较奇怪 这个国泰的安心出行 就自己加烂 因为他怕再出现空笑的情况 那所有的机组人员 全部呢 你每一日 去过什么行蹤 全部都要报 如果不是呢 留步 或者特意门报 就炒 没办法 暂时来说 就 就是忍死忍尿 那些空者 就忍了你国泰先 那过了之后呢 就跳槽了 因为现在没办法 现在想找 就是想找 之前那些 港龙啊成的那些 你要做回都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全球有问题 那所以呢 忍死忍尿 就忍了你国泰先 那呢 等疫情过之后呢 你就批击 没办法 你打工一定是这样的 没什么尊严 你打工我告诉你 真的 我放了工 关你乱事吗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不放工 关你乱事吗 喂 我确诊 那就去看医生 是吧 那香港有法例的 那为什么呢 国泰真的有难处 你搞出那两个空笑 又麻烦 就是这样 那大家看回营光幕呢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了 那呢 就每四个劏房户 就一个失业的 那呢 就四成受访者呢 有焦虑和这个忧鬱 那希望政府呢 给那些现金津贴啊成呢 就不要再搞那么多事情了 就是不要再那么严格 那有需要给呢 就给 那就是大家都看到了 你住了劏房的 开心极都有限 那你如果现在看回那个状况的话呢 我估计李家超不会解决劏房的问题 我估计不会 就是现在在中央来说呢 主要就是搞个金融 给外资 这些什么劏房问题啊 什么楼宇住屋问题啊 什么公屋上楼问题啊 这些通通都不是中央关心的问题 通通都不是 楼价是 但是公屋上楼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 都是不会解决 甚至是李家超如果做到五年呢 他这一届都是不会解决 不过呢 他就没有林郑这么整齐整水 搞什么土地大辩论等等 他未必搞这些事情 但是最后都是不会解决 那大家看到这个石离的中转屋 年底就清空了1600伙 那这些中转屋就没有了 希望呢 用来建那些供应房屋 我觉得都要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现在迎光幕里看到这个单位 就是顺利村来的 那我之前呢 就是住在顺利村旁 所以顺利村我是很熟的 我们是1980年左右搬进去的 那当时呢 只有一架巴士就是42 这里我们走 就是脚步都脚不少了 那你问我 顺利村多不多这些刁吉的呢 很多 还有顺利村因为久了 我不记得七八还是七九年 他如果划分区他属于观塘 但实际上他应该是近寿莫平多些 那你可以在彩虹村平石村上也可以 那你在这个观塘那边上也可以 就是在观塘上也可以 那你问我住得方不方便呢 其实是不方便的 因为呢他经常要转一转车 那你转一转车呢 你不要看那个路程短了 分分钟呢 有时转车呢 是用了你二十五分钟都不出奇的 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很多呢 就是发现就有八百七十四个 这些幼灵公屋单位 就是说呢 那间公屋呢 就丢吉了很久的 但是呢 就一直丢吉在那里 房处就没有安排 就是你看到现在公屋 排队上楼都六年多 六点一年 都没有安排呢 就入住了 那很多的 你去到顺利村呢 你见到很多都是丢吉的 随便呢 你见到很多呢 就是黑了啊 你在窗房进去呢 没有人的 是丢吉了的 那大家看到现在的螢光幕 有很多呢 就说近垃圾房都愿意住 因为就是上不到楼 外面的租金很贵 那但是呢 你政府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情况不是现在的 十几年前已经是这样的了 你如果有行顺利村呢 就是上下楼啊 它是好像那些 就是天井营那些来的 你转一个圈呢 就见到有吉的单位 就是说你见到呢 差不多丢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不是现在有 很久之前已经有了 它还有一个顺志园的嘛 你在那个天桥走上 有个顺志园的一个居屋来的 因为之前我有个同学住在那里 跟着隔离就是顺安 再隔离就是顺天 大家看到这个了 就是这样的 它好像一个天井 一个天井 这样的 874间公屋 沦围凶宅 就不是死过人那些 是吉了 没有教 不是遇年没有住客的了 这些情形不是现在的 十几年前呢 就是有时我转回去 因为那时候我妈还住在那里 后来我爸爸走了就没有了 交回公屋就没有了 那时候我们去拌个圈 不是经常上去 有时回去 那你已经见到有吉的单位 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绝对不是现在才有 十几年前已经有了 团体就说要改建这些空置的公屋 作为中转屋 我觉得根本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 直接你装修回 然后又怎样 然后就给申请公屋的人入住 就多了 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还要搞这个中转屋 这么麻烦呢 房处子就没有计划改建 不用改建 不用改建 直接给人家住就是了 这么多人等上楼 八百多个 八百七十四个 那你香港 只有九万多个劏房户 那这里差不多解决了 十分一的劏房户 是不是 他又不做事又不吃 他又不解释 你都不知道房主要干什么 那我们就说这个银主盘了 银主盘的意思就是说 你断供 供不起楼 总之你供不到 即是你不能够完成那个借贷 为什么呢 那银行就会先提醒你 银主盘 即是银行主盘的盘 叫银主盘 银行就会先提醒你 因为他都不想收你的房子 他想要钱 他不是要房子 他会先提醒你 那汪尼一次两次 如果你都供不起的话 他就会入贫清理盘 清理盘 清理盘或者是破产 接着他就收了你的房子 他就收了你的房子 这段时间都相当长 这段时间可能 我估计 听我们阿sir说 这段时间可能都七八个月 甚至是 接着就在地契上面 这个土地登记处 会加个维码 这个是钉了你契的 即是银行就收了房子 通常银行就收了房子 就立刻钉出去 他不会说等价格上升 不会的 任何银行都是一样 你欠他多少钱都一样 他就收了你的房子 然后呢 立刻钉出去市场拍卖 那些就叫做银主盘 他就不会等物业升 不会的 你看到是银主盘都劈价 不是普通单位劈价 是连银主盘都劈价 即是银主盘已经便宜了 那你是人生赢家 还是租楼一代呢 之前你在香港有楼甚至有银 一银养三代就是人生赢家 但可能你现在是混蛋 你如果刚刚买的话 你可能就是混蛋 如果不是刚才那些银主盘 从哪里来呢 可能你租这段时间是好过买的 我们两年前都已经这么说了 即2020年我们已经说了 你买房子最重要是审慎 想清楚 那一堆银主盘 我相信有一堆是供不起的 有一些就两年前 看到形势不对 加上国安法 他就先把某些钱调走 调走一段时间 否则你会给他差你 即是说你特意调走钱 你调走一段时间 可能一年半左右 然后他就断工 那你没有证据显示 否则他可能封回你的资产 将那些资产调走 调到海外 然后就断工 那没关系最多破产 有什么所谓 破产如果离开香港 那就是一条好旱 有什么所谓 大家看看 可能他们 有留意我们之前说 你看到最近这两个月 开放式一房 五月的销售量是增加了四成九 当然因为三至四月是最差的 两房多了一点 但一到三房 反而下跌 为什么呢 不买这么贵的楼 有得住就算了 宁愿如何 宁愿留一些现金在身上 正确的 你记住 正确的这个 有听我们的节目 这些 给大家看看 很多由去年年尾到现在 你看看无论什么楼 之前全部都是金波罗来的 你看看北国的维港 还整个维港境 四年贬值了一千万 还要涉养 这个就是尖沙咀一个比较小的商下 是整栋的 多个小栋 只能加来威老道 那些 内地客九年前买入 他都减价两亿 四个月 减价两成 不买出 之前一毛钱都不会减价 还加你价 内地客 你可以说回去救忙 没什么问题 这个永安广场 就不是野小的 因为永安广场 那些是硬东西 最近人流好很多 零几年的时候 人流很差 零几年的时候 人流是很差的 我去过几次 在海上是没有人的 但是最近 一九年 一六 一七 一八 这几年上去 就好很多了 你看到 永安广场五楼和九楼 总共二千三百尺 一口价 二千二百三十万 拍出 这些都不要 这些都不要 很大的单位很大的 因为我之前有两个客户在那里 这个都没算激 海乐园单位 破产的 叫价五百四 但是我在这个广告上的网民 就说 四百就差不多 很小的 你看到 很小的一房 海乐园 之前居屋说是柳王的 那些是柳王的 这个就最激 金钟 海库中心全层 银主盘 2.68亿 哇 大哥 面积一万尺 尺价二万五 现在我告诉你 有人摺已经抽烧了 之前这些是人生赢家 他说要科在2017年3.18亿扣任 我想最高峰的时候 这档东西去到四亿 现在差不多没有三折 这间公司 早前被停牌 上个月还清了盘 清完盘之后 就变成了银主盘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 银主盘 它未必是很便宜的 因为它开的价格是很低的 就是扣出来 我也去过一两次 在沙士的时候 我也去过一两次 在佐敦 在香港 有些公司专举那些银主盘 你去这些银主盘拍卖 你看到很多是公司来买的 它的银主盘很简单 它开一个价格 就比市价低很多 但是你就要迫的 你要迫的 那就没得供的了 你下了订之后 很短时间你就要给钱 但是呢 银主盘有一件事你要注意的 就是契是不仔细的 不仔细的 就是说你要找人去 就是他们通常有团队的了 那你要查契 就是契这间屋 有没有什么手续还没搞定呢 以前有没有被人盯过契呢 有没有一些charge在做呢 有没有一些不合规格 要补回政府呢 有没有改装过特别工厦那些呢 这些你要小心了 因为呢 它银主盘告诉你 讲明的 那些东西我不查的 因为我便宜给你嘛 那通常这些去买银主盘的公司呢 它有团队去跟的了 那你千万不要自己盲头乌鹰 就撞上去 喂 以为这个海浪丸 正啊 便宜这么多 这样 这样你就会欺负的 因为可能有些改装的东西 有些其他有些charge在里面呢 之前那个破产走了 那你在中间接了的时候呢 就管什么呢 其实 所以大家买银主盘的时候呢 一来它未必便宜 它开出来拍的价格便宜 但最后落到你手未必便宜 但正常都便宜些 但问题就是 这个契那里大家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找专业人士查过 但它未必给你足够时间的 你给了订计 就是给了订计之后 接着呢 很快你就要敷屁了 其实没有得做案件的 我怀疑有很多呢 他来之前呢 就已经找人查了的了 他已经找人查了 否则那时候应该不够时间查了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便宜就撿 有时候呢 你撿到硬的东西呢 就糟糕了 大家看到东网这个住宅 银主盘单位近期减价 它是个银主盘都要减价 你想想 是个银主盘都要减价 你想想市企差 不小的 你看到那些旺角乐园 应该在这个 港华医院旁边 那些都减16% 旺角港玉大厦大家知道 减9.5% 值得玩吧 四百多万 你看梁景那些 高层 八十多万搞定 要钱 真的不要货 例如说 一千万 我不知道他的衣室是多少 我想可能是七百多尺 或者是一千尺都不出的 我不知道 不要挑战 屯門梁景是未保地价的第二次市场跳价 都低了 八十五万 是吧 所以你看到 他连那个银主盘 劈完之后 也会再劈 务求如何 银行就卖出去 算了 无谓搞这么多 这就是部分新增的银主盘 最近变成银主盘 什么都有 你看到 全部漂亮 你看到大潭 雅柏苑 这四万多 何文田也有 三万多 红磡 星玉门也有 万七 何文田那些 晋隆三万多的尺家 北国和府挺好住的 我有朋友之前住过 那就是万一元 堅尼地城也有 红磡黄埔也有 黄埔也有 黄埔便宜了很多 万六元而已 之前成两匹东西 深井丽也有 你想一下 这个情况是不好的 之前一定是破产 一定的 因为你不破产 银行都会搞到你破产 其实 他告你告到你破产为止 那你一出这个 就是上个星期六 二十一号 那你可以将 银主盘和破产 想在一起 都没什么走鸡 那你看到 就排队破产 那其实 中数多不多 那就是 破产的呈交 就是 创近两年的新高 其中破产申请 就有九百多宗 对吧 相较于三月 哇 插完 原来今年的三月 破产只有130宗 但是去到今年的四月 四月多 去到九百多宗 我想很多是做生意的 所以我叫大家不要死顶 你顶不到的 你顶一下顶一下 就顶到破产了 是吧 破产的话 最多就是一条好汗 但是你的楼子都没有了 你的楼子和资产都没有了 除非你之前 预早转移了 他催你不再拔你不长 是啊 如果不是的话 你死顶难顶 是没用的 现在香港脱险未呢 很难说 不知道 即是第六波来 如果他多搞一剂 那你就真是混蛋了 希望大家小心 你记住 银主盘一定是黏住破产的 那就是一样 这个大家看到 就是业主物业亏损 劈价卖楼套现 20万的打工仔是失业 那这个都是上个 应该是上个星期六的 那究竟你是人生赢家 或者租楼一代呢 就是我劝大家 就是不要在 因为现在共产党来 不是一般的楼市下跌 不是一般的经济周期的问题 你以为即使习主席荣优 换了第二个上去 会好很多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你想想 在共产党里面的红二代 是不会只有习主席 一个有这样的思维 他们还在行Lokia 我们在行Android 或者是苹果 他们在行Lokia 他们在行Lokia 是不同的 所以你不要指望共产党会改 他不会改 其实是你改 你一是走 一是你自己顾着自己 所以你现在买的楼 你还想着好像 97年之前 就是逢大跌去执平货 或者是沙士 那时候 因为那些江泽民那些 他都不是共产党 其实 他是那些中间派 但现在你看到习主席那些 他真的是共产党 他真的是老毛那些 还有 党里面还有多少老毛那些 不知道 但我肯定 我可以肯定一件事 习主席不会是唯一一个 应该这个在国内是很普通的 其实在党里面是很普通的 你随便执多一个 你就死 你想想林郑那些 她都是香港大的 受英式教育大的 她又是老毛上身 又整个疫苗通行症 对不对 所以现在局势不明朗之前 先租住楼 现在香港很多做生意 譬如他找到一百万 交了税之后 可能一百万 交了税之后 有八十万 他七成的钱都掉走了 现在是的 我的朋友也是 已经是去新加坡 我有个朋友已经去新加坡开办公室了 香港他现在不做了 他在香港不玩了 去新加坡开办公室 接着就去越南做生产 或者是柬埔寨 香港他是不玩了 不玩了 香港禁止去那边请人乘 钱去游 那找到的钱 七成以上就掉了去新加坡 或者去英国 剩下香港是必要的开支 这些已经在这里提及了 你听就听 劝大家情况未明朗的话 先租住楼 这段时间香港的楼价是没得升的 我说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网址 YouTube投资筆记 美股 大家要订阅 就订阅6月份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我会谈谈港交所的下集 H&M可能谈一集 或者两集 我不知道 如果谈不完 就6月份 大家订阅 就订阅6月份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可以 好 今天是星期五 祝大家星期五愉快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记住 看看我们的一周股市大事 先放周末 好不好 好 那一周股市大事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